在关心云林的确诊人数 攀升来到61例 其中跟军营相关的有4人 他们都不是在云林当地服役 而是营区有人染疫 经过部队安排采检后 发现的确诊者 另外彰化新增了99例 包含营区还有学校 疫情都还在持续延烧 台中则是新增了356例 以冯甲大学为最多 一口气新增了30例 疫情甚至烧尽了市府三个局处 市府紧急匡列清销 避免疫情再蔓延 本市今天新增356个 台中市新增确诊个案 27号再暴增突破300例 其中又以冯甲大学30例最多 主要以复兴宿舍区 出现隐形传播列 消防紧急灭火 宣布学生停止到校上课 统统改采远居教学 确诊个案也是比照 我们这个安心照护计划 做适当的一个隔离 疫情不仅在外延烧 这把火也烧尽了台中市政府 包括金发局 消防局和都发局 都各有一人确诊 现幅紧急匡列清销 不让病毒在市府内大流传 另外居家隔离 调整为3加4 市府也超前部署 一旦民众筛检 确诊 卫生局将发送简讯 让民众可自行上网 填写疫调单 省力又变明 而疫情炸锅的 还有彰化线 新增99人染疫 确诊数即将破百 包括营区学校部 西班牙幼儿幼儿园 确诊案例数 持续增加 最小匡列原则 因为大部分都是轻证 匡列之后 3加4解隔离了 后面再有个案 那就再匡列 在了云林县 确诊加61人 从托儿所到校园 雾大传播链 延烧四个乡镇 当中要注意的 就是跟军营相关 有四人确诊 但都不是在云林 当地服役 营区中有人确诊 那部队安排他们 去做裁检 那才发现 他是确诊 台湾疫情 疫情进入社区传播 每天确诊数暴增 如何有效控制疫情 各县市政府 头壳抱着烧 毕竟每个细节 都是关键 界中部 综合不倒 中文字幕志愿者